192型短自动步枪 去年我们也讲过它的一些内部的结构和一些外观的特点 那今年的话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细节就好了 想看详细内容呢 可以看我们去年的 这个后头是不可以折叠的 它这个形状和那个AR系列的形状也是不一样 一次多边形一样 双边联动的快门机 看一下这个拉栓的部位 泡壳窗 今年是换装了一个透明的聚合物弹箱 30号的容量 侧面有这个弹容量的指示 这机苗是可以抬起的应该 按住可以折叠 到其中间 能看到这个镜里边 能看到这个镜里边 我试一下 可以了 好 我再看一下右侧 再看一下右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